中秋四天連假就快到了 自從疫情警戒降級 台東旅遊人潮已有蘇醒趨勢 這次假期飯店住房率平均有七到八成 預計將湧入大量旅遊人潮 而南匯公路多半是原鄉部落 居民也擔心將影響進出部落的便利性 當我分局表示為了確保交通順暢 針對易用色路段實施管制措施 駕駛人到多良車站景點 請走外側車道 執行車則走內側車道 均輪大橋北端則禁止左轉 及橋上停車駐足 請配合管制人員引導 大陸分局也呼籲民眾 南匯公路山區路段轉彎弧度大 請減速慢行 切勿疲勞駕駛超車 任意超車警方也會在易造式地點 加強執法及疏導 維護用路人行車安全 原是新聞物據台東大午達人 採訪報導 也是擔心中秋廉價 會成為防疫破口 那來看到是因為這個 目前疫情逐漸趨緩 台東衛生局就把台東機場的快篩 站來撤出 但藍嶼居民是原然不放心 廉價的人潮可能會帶來疫情 因此希望在機場可以重啟快篩 站 五月十四號後本土疫情升溫 過去一年多零確診的台東也出現確診案例 讓藍嶼綠島旅宿業者主動取消接單 餐飲業者也紛紛暫停營業 客輪業者也配合停航 並要求台東機場設置快篩站 不過近期疫情趨款 台東縣衛生局決定將台東機場的快篩站撤除 衛生局表示疫情趨款台東機場快篩站只服務到9月3號 如果要篩檢請到衛生所或醫療院所 但藍嶼居民認為必要撤出快篩站 擔心成為防疫大破口 對藍嶼島上的居民跟人口都會有蠻大的影響 因為主要在如果再出現個破口 全島都會陷入這個危機之下 所以我覺得快篩站的設置是還是有必要的 因應中秋連假十五號台東縣政府首次在富剛雲港設置快篩站 但也因人力不足卻把台東機場的快篩站撤除 族人認為藍嶼醫療支援缺乏 一旦被病毒入侵 後果將不堪設想 希望政府嚴格把關離島族人的生命健康 也是新聞撒滿里打勝台東藍嶼採訪報導